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專題是這個零件 這個零件尺寸結構很簡單,很適合初學者練習 今天就來畫這個3D圖檔給大家參考 也可以自己先畫畫看,如何快速畫出來這個3D圖形 那我們先來了解他們的外觀與尺寸 我們來看這個視圖 這邊長是62毫米 這邊寬是44毫米 這邊高是50毫米 天孔直徑20毫米 上面切口這邊寬是28毫米 高是8毫米 左側切口這邊高是18毫米 這邊寬是14毫米 這邊寬是20毫米 那了解他們的外觀與尺寸後 那怎麼樣畫呢 我們就一起來畫畫看,快速的把它們完成 我們就開始來動手吧 我們重新畫一次給各位參考 開新的檔案 選擇零件的位置,切點 選擇前基準面炒圖位置 選擇矩形工具,選擇中心矩形 在中心點這邊,畫一矩形 這邊上面再畫一矩形 選擇圓,中心點這邊畫一個圓 左邊中點畫一個圓 右邊中點畫一個圓 切點 選擇這兩個圓 等長等近 選擇智慧型尺寸 這邊長28毫米 這邊高8毫米 圓直徑20毫米 這邊圓直徑34毫米 這邊高50毫米 這邊高50毫米 這邊觀視62毫米 選擇特徑3毫米 深長填料 方向兩側對身 距離20毫米 輪廓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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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這裡這裡 切點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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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upright 選擇 選擇 定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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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点这边画一旧形 确定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宽是14毫米 这边高18毫米 选择特征 声场除掉 方向完全贯穿 确定 这样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给它上个颜色 选择浅红色 确定 看起来比较亲切漂亮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这边厂是62毫米 这边高是50毫米 这边远直径34毫米 中间孔径20毫米 这边宽是28毫米 高是8毫米 这边宽是44毫米 这个整个尺寸是正确的 这个零件尺寸里结构很简单 很适合出鞋子练习 利用伸长已填出料功能 就能快速的画出所要的3D图形 简单几个步骤就把它完成 看过你就会了 好OK 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示范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下小铃铛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OK 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教学香肠 看的越多 学的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就会通知你哦